F-35战斗机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型号 F-35A、F-35B和F-35C 这些型号都是单座设计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容纳一名飞行员 不过为了训练目的 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也研发了F-35的双座版本 称为F-35B 这个型号主要用于飞行员训练 但它并不是战斗部署的标准型号 所以尽管F-35战斗机的标准型号是单座的 但确实存在用于训练的双座版本 您还有其他关于F-35战斗机的问题吗 我可以帮您查找更多信息 你瞧瞧咱都冤枉郭大马桶了 他说过做F-35有双座的 Chad GPT给它平反了 确实郭大马提到F-35有双座版是正确的 F-35B型号及双座训练版确实存在 这个型号主要用于飞行员训练 以帮助新飞行员熟悉F-35战斗机的操作 虽然这不是战斗部署的标准型号 但它在飞行员训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 关于F-35有双座版本的说法是准确的 您还有其他关于F-35或其他军尼试装备的问题吗 我可以继续提供相关信息 郭大马桶虽然不是战斗机飞行员 但理论上任何有足够资源和访问权限的人 都有可能接受飞行训练 包括驾驶F-35这样的先进战斗机 但实际上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这在现实中是非常困难和罕见的 1.安全和资格 飞行高性能的军用战斗机需要高级的技能和专业训练 通常只有经过严格筛选和培训的军事飞行员 才有资格驾驶这样的飞机 2.法律和规定 军用战斗机 尤其是像F-35这样的先进飞机 通常受到严格的政府和国际法律管控 非军事人员 获得驾驶这种战斗机的机会非常罕见 3.成本 F-35战斗机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非常高 通常只有国家机的军事组织才能承担 因此虽然理论上可能 但在实践中 像郭大马桶这样的普通人或意外富豪 获得驾驶F-35战斗机的机会非常小 3.3.4